记者蔡正名苗栗报道,每到夏天都有不少民众会前往游泳时细水,或者到目前乡镇公所设置的亲自细水设备玩水,希望赶走酷暑,清凉一下。 据苗栗县卫生局疾病管治科最新抽验结果,从6月至今共有三间泳池因大肠赶军等不合格违规一次,经劝道后已经改善。 卫生局疾病管治科指出,卫生局于5到9月,每月针对游泳池进行两次水质检测,确保营业卫生。 检验项目包含细菌树、大肠菌树、自由有效鱼律及酸剑脂等,几乎每个月都有游泳池不合格。 卫生局疾病管治科表示,检验项目若出现不合格者,会先劝导改善, 若连续两次检测不合格则将开罚,但是不少业者也向卫生局吐苦水,指出部分游客不遵守规则,没有沐浴清洁就下水,难免会影响泳池水质,甚至游泳客在泳池内排泄,都是造成泳池抽验不合格原因。 2019年, 看起来,是有效涨。 今年, 说出来,对付捷戏尸银。 今年, 说出来,对付捷戏尸银。 您参照而过来的状况。 该因, 之间赴德国人, 需要做成泳池之中。 这几乎户战執成维较维时 但是, 私则则事件。